本期视频道 两市再次习惯性的低开 随后逐步齐稳反弹 临近尾盘护指维稳 横盘震荡 午后指数再次回落 热点匮乏 资金整体进攻意愿较弱 尾盘护指一度跌破了3100点 随后中字头两桶油等发力护盘 跌幅有所收窄 创业版今天反弹的力度更大 早盘低开探底之后 逐步反弹翻红 午后小幅回撤之后再度冲高 但是量能未能跟进 尾盘震荡回落 涨幅尽失 截至到收盘 护宗指的跌0.38% 深乘指跌0.37% 两市全天成交2977亿元 创下了一年的新低 中小版纸和创业版纸 分别下跌0.32%和0.09% 从盘面来看 四星股网络安全概念涨幅居前 国企混改钢铁跌幅居前 两市今天超过40只个股涨停 有10只个股跌停 那么在股指期货方面 呼声300上证50 中证570主力合约的跌幅 均在0.5%左右 而在融资盘方面 截止到1月18号的本周三 两市融资余额合计 8941亿元 环比继续流出32.5亿元 分析观念认为 A股虽然短线止跌 但是一直没有能够从弱势中有效恢复 市场对于IPO加速和再融资监管的认识有所纠正 政策却并未明朗化 实际效果也不是短期之内可以看到的 那么除此之外 消息面上也没有其他的利好 所以市场的修养升息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接着为各位来连线的是上海证券研究所的首席市场分析师蔡君毅 晚上好君毅 那么今天的成交量是在3000亿之下了 在你看来短期市场的底部是不是已经出现了呢 今天A股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 就是成交量创到了近几个月的一个低点 或这一轮的连续性的沙天 应该说空投能量得到一定程度的这样一个释放 第二个的聚焦点的话 应该说过节之前的这种氛围已经是渐趋浓重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 也体现出目前整体市场的风险偏好并不是特别的高 那么我们的判断是改革层面上面 虽然是不遗余力的向前推进 但是从现实的改革的进程来看的话 仍然是需要有一个相应跟中长期的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总体来看的话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至到目前为止的话 那么新股发行速度加快 以及整体市场对金融管制的这样一个建趋的加重 那么整体市场的一个弱势格局 应该说我们并没有得到一个根本性的改变 好 谢谢军议晚间的观点分享 证监会的副主席方星海今天在瑞士达沃斯论坛上表示 如果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做得更好 IPO不该有这么长的排队 对此证券时报表示 言下之意是要加快市场的改革 而不是加速市场的扩容 当前还不具备IPO大幅开放的市场条件 资本市场的改革还未完善 还需要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近期监管层官方媒体连续发文力挺IPO加速 那不是市场下跌的主要因素 那么真正导致市场连续下跌的原因又会是什么呢 新华社最新刊文称 天亮的再融资规模和大股东的野蛮减持 这是A股两大出血点 2014年到2016年A股市场的总体融资额当中 分别是747490亿元和1.52万亿元和1.33万亿元 其中的IPO的占比分别是8.9% 10.4%和11% 按此来计算 最近三年再融资在A股融资额当中的平均占比 要高达九成以上 也就是说再融资是成为了A股市场新的资金分流器 同时日益扩大的再融资的规模 也加大了后续解禁减持的担忧 而近期频繁出现的大股东野蛮减持 也让市场继续承压 根据西南证券的统计 2017年沪深两市一共有1030家公司的 2028亿股限售股解禁 估算的解禁市值要高达2.88万亿 如果按照2016年12%的公告减持比例来推算 全年的公告减持市值大约是3400亿元 新华社报道称 除了公告减持 一年间借到大宗交易规避 相关监管的过桥减持频频发生 无视监管层三令五身的违规减持 也绝非是个案 形形色色的野蛮减持 挑战着市场的承受能力 以及包括监管机构在内的各方底线 尤其是约20家上市公司的股东 先后公布轻仓式减持计划 不仅市场观感差 而且负面影响大 接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市场方面 港交所今天宣布2017年的计划 考虑设立新版吸引新兴企业来香港上市 并且将会在今年推出国债期货 A股期货以及多种人民币产品 港交所今天举行午餐会 行政总裁李小嘉表示 2017年的工作计划主要包括四大主题 分别是完善上市机制 延伸互联互通 丰富产品及平台升级 其中在互港通和深港通的基础上 今年将探讨债券通和新股通 而在产品方面 港交所今年计划推出A股期货 人民币货币期权 人民币期货以及国债期货 Equity Derivatives 这些是什么我们很希望做 AsharedFutures 在FIC的空间 我们将会发展 第一个T-Bond Futures T-Bond Treasury Bond Ministry of Finance Treasury Bond Futures 如果我们发展这些 那会是另一个 symbol 其中人民币货币期权 有望于今年三月下旬 推出首个美元对人民币合约 今年夏季或第三季度 推出人民币指数为基础的期货 该指数将追踪离岸人民币 对一篮子主要货币的表现 此外李小嘉表示 港交所计划今年上半年 推出国家财政部国债期货 接着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 法改委今天表示 2016年作为第一牵头的 26项改革任务方案 制定工作已经全面完成 其中电力体制改革取得了重要进展 2016年全国包括直接交易在内的 市场化交易电量突破了 1万亿千瓦时 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9% 每度电平均降低电价约7.23分 为用户节约电费超过了573亿元 根据介绍 截止到2017年1月 除西藏自治区正在制定试点方案外 已有21个省区市 开展了电力体制改革综合试点 9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开展了受电策改革试点 3个省区开展了可再生能源 就近销纳试点 同时输配电价改革 也实现省级电网权覆盖 而为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 发改委称正在制定 关于有序放开发用电计划的通知 拟适时出台 到2020年 除了调节新的发电计划以外 其他我们都要放 因此今年我们的动作会大一些 把发电计划 说现在我们正在理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可能近期就要发了 那么我们要求呢 第一个燃煤机组 新增的燃煤机组 我们原理上都不安排计划 新增的人用电大户 我们也不安排计划 都走市场 这个我们这个目标确定 走市场化 可能这块会要加大一些步伐 此外在产权保护方面 发改委表示 当前最急迫的是 加快推进民法典的编撰工作 形成各部门合力 并抓紧甄别 纠正一批错案冤案 给社会以法治引导 形成良好的社会预期 而发改委经济体制 综合改革司司长徐善长也坦言 改革过程中会遇到阻力和困难 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以新制度新机制 建立解决问题的长久之道 任何时候改革顺利提前 或者遇到凑着的时候 我们都要建立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接着来看要闻 证监会签署关于发挥资本市场作用 进一步支持新疆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对符合要求的企业IPO实施 即报即审 审过即发的政策 交通银行最新公告称 将会出资100亿元 在上海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 交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至此五大行专门负责 债转股的子公司已全部成立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稍后您将看到 马云在达沃斯论坛接受专访时表示 中美不应打贸易战 全球化需要向更加普惠的方向发展 中国12月银行贷克接受会逆差再次扩大 外管局表示 我国外储规模能够很好地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2017年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人大代表热烈讨论改革目标如何落定 公立医院的院长们要进行庭论子 分析整疗 整疗流程的进一步的规范 会使我们老百姓看病更加方便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我是黄伟 接下来继续来关注今年达沃斯论坛的话题 那么在今年的达沃斯论坛上 除了国家首脑之外 王健林和马云等为首的中国代表团 也备受瞩目 在今天北京时间的凌晨 马云在达沃斯论坛特别对话环节 接受了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 安德鲁·罗斯·索尔金的采访 这无疑是成为了今天达沃斯论坛 人气最为火爆的一场对话 会场外挤满了没有拿到票的听众 而媒体记者干脆在门口用手机开始直播 所有的人都想从马云这里知道 即将上任的特朗普对于全球化 和国际贸易将会有什么样的举措 而马云的阿里巴巴将在美国和中国 这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的贸易往来当中 又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对话中 索尔金从马云与特朗普的会面内容问起 讨论内容延展至贸易保护主义 抬头背景下的全球化前景 马云对此表达了对全球化的坚定支持 他认为中美不应打贸易战 永远也不应该有贸易战 同时他还建议 全球化需要向更加普惠的方向发展 即升级现有为跨国巨头服务的国际贸易规则 更好的支持全球2000万家中小企业 进入国际贸易 分享全球化红利 我认为这些国际贸易的国际贸易 它是美国的国际贸易 它是美国的国际贸易 教我们的国际贸易 我记得在2001 之前中国参加了 所有人在中国参加了 我认为我认为 什么如果所有的国际贸易 都在中国参加了我们的工业 我们失去工作 我认为中国参加了 接着我们来连线的是 第一财经达沃斯的特派记者李雨晨 下午好雨晨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在论坛上 都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亮点呢 雨晨 黄伟我在达沃斯向你问好 那么今天上午 当地时间今天上午 这个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其实最受关注的莫过于 这个英国新任首相 Teresa May的演讲 那么她在演讲中 是重申了英国脱欧的决心 表示呢 这个脱欧谈判呢 是非常艰难的 但是英国做好了准备 将会勇敢的去迎接 一个巨大的改变 以及与欧盟的这种艰难的谈判过程 那她表示希望最终和欧盟 能够达成一个有魄力的贸易协定 那同时表示啊 欧盟的利益呢 实际上是符合英国利益的 因此她强调说 实际英国脱欧呢 并不是为了能够去削弱欧盟的力量 那么此外 Teresa May在会上就提出说 希望或者说将要把英国打造成为 一个新的领导力量 一个倡导自由市场 自由贸易的领导的一个角色 那么她认为英国可以成为 Global British 就是全球的英国 那么此外她透露 目前英国呢 正在与包括新西兰 包括澳洲 包括印度在内的几个国家 是就未来的一些新的贸易关系 展开一些商谈 黄伟 那雨晨 今年啊 这个冬季达沃斯论坛 已经接近尾声了 与会的嘉宾们 对于今年这一届论坛当中 所传递出来的这些信息 都是持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态度 另外在今天 你注意到了哪些值得关注的声音呢 雨晨 好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啊 这个达沃斯的时间呢 已经是过了大半了 那么就这些天 我在会场与一些参会嘉宾的 这种沟通之中啊 我能够深刻的感受到 通过本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又或者说通过本届这个 通过这一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本届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 所做的这个主旨演讲 让越来越多的人更多的能够感受到中国 更多的认识到中国 更深刻的了解了中国的态度 那么他们同时呢 对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 所起到的作用呢 也是给予了极大的肯定 甚至有这个参会的嘉宾 认为说 未来这个世界经济 在中国牵头之下呢 将会走向一个更好的 更崭新的未来 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他们是怎么说的 本周六呢 特朗普将会正式就任新一任的美国总统 而特朗普上台之后的中美贸易关系走向 一直引发强烈关注 中国商务部的新闻发言人 孙继闻今天在回应相关问题时表示 中方愿意与美国新一届政府合作 继续推动中美经贸关系 稳定健康发展 孙继闻称 中美建交三十多年来 双边经贸合作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 合作基础日益牢固 以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利益交融格局 官方数据显示 中美贸易额从1979年的25亿美元 增长到2016年的5196亿美元 增长了211倍 中美服务贸易额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 美方对华保持顺差 中美双向投资也在迅猛增长 截止到2016年底 两国双向投资累计超过1700亿美元 中美经贸关系 是两国关系的压参食和推进器 本质上是互利供赢的 维护健康发展稳定的 中美经贸关系 是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愿望 中美经贸合作 合作两立 斗做巨商 这是由双方利益融合的客观现实 所决定的 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联合牛津经济研究院 发布的报告 2015年美中双边贸易和双向投资 为美国创造了约260万个就业岗位 为美国经济增长贡献了2160亿美元 相当于其GDP的1.2% 2015年典型美国家庭年平均收入为5.65万美元 中美贸易可以帮助这些家庭一年节省850美元以上 孙继闻强调 相信中美能够通过对话与合作 妥善解决出现的问题和分歧 我们愿意 美国的新一届政府 携手合作 继续推动 中美经贸关系 稳定健康的发展 为两国人民 带来福祉 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 中国的外汇储备 由于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仍然存在 资本外流的压力不减 企业和个人持有外汇存款的意愿上升 国家外管局的数据显示 12月银行的代课接受会的逆差是2983亿 创下了16年1月以来的新高 今年的全年银行累计是接受会逆差 22465亿元人民币 其中的银行代课累计接受会逆差 21216亿元 外管局的新闻发言人王春英称 中国在应对美联储加息上有一定的优势 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规模非常充裕 1月以来个人购汇还比和同比都是回落的 未来外汇储备围绕合理区间上下波动会是常态 新业证券的分析师汪涵认为 服务向下代课接受会逆差扩大明显是主要原因 企业的外债偿还速度放缓 资本向流出规模已经是远低于过去两年 接受会与涉外的收付缺口基本可以由外币的存贷款来变化解释 反映真实外汇跨境流出或许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此前所公布的外储数据显示 中国12月的环比下降410.8亿美元降幅为1.3% 连续第6个月缩水 对此国家外管局的有关负责人称 央行稳定人民币汇率这是外汇储备规模下降的最主要原因 而在估值方面 非美元对美元的总体贬值和资产价格的变化 也对外汇储备的规模造成影响 从目前的市场情况看 美元汇率也是会有所波动的 近期美元指数已经比年初总体是有所回落了 那么市场我们觉得关于更长期的美元走势 仍旧是存在了疑问和分歧的 仍旧存在疑问和分歧的 主要是考虑美国新政府的政策执行情况 和实际的效果 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一些不稳定因素的影响 今年年初 外汇局加强了对个人购汇的申报要求 王淳英表示 政策实施以来 全国各地个人购汇总体平稳 截至近期 今年1月份以来 个人日均购汇环比和同比均有所回落 外汇局将继续优化相关政策 加强对银行办理个人购付汇业务真实性和规性检查 外汇局今年一定会提高对个人申报信息和交易数据的监测 分析筛选和审查的频率 对虚假申报 对聘会 还有对欺诈 对洗钱 对违规使用和非法转移外汇资金的个人 那么和银行 我们都会加大处罚的力度 来提高违法成本 而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 去年12月外汇储备规模已逼近3万亿美元 王春英表示 关于储备规模 全球尚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 以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来看 国际支付和清偿能力依然很强 能够很好地维护国家经济金融安全 第一个我们觉得 没有必要对某个数值过度炒作 因为各种金融指标数据 它的上下变化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 第二方面我想跟大家交流 不论是从对外支付能力 和偿付我们的债务能力 这个角度来看 目前我国外汇储备规模 还是十分充裕的 接着我们继续来看药文 央行本周四天以来 公开市场尽头放已经超过1万亿 或将创下单周历史记录 同时央行今天向部分银行 就MLF需求进行巡量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稍后您将看到 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2017年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人大代表热烈讨论改革目标如何落地 公立医院的院长们要进行庆论制 分析诊疗 诊疗流程的进一步的规范 会使我们老百姓看病更加方便 美国后任商务部长威尔博罗斯首秀 发表政策演讲 中国不幸成为公鸡把子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我是黄伟 明天2016年全年的宏观经济运行成绩单 即将公布 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赵阳表示 在供给侧结构改革的背景下 部分行业去产能效果显现 上游行业扩大再生产需求提升 不过仍然需要进一步来观察 需求端和下游行业的变化 以判断经济进一步向好的趋势 赵阳预计去年全年的经济增速 会在6.7% 而四季度经济增长略微回落 如果我们看阅读出来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工业增加值 或者是进出口 还有固定自然投资的话 基本上是一个相对平稳的态势 但是如果考虑到房地产 在四季度销售投资都有可能放缓 那么整体上我们觉得四季度 经济增速可能是一个小幅下降 去年年末 企业贷款需求喷发 12月社会融资规模和信贷规模 均超市场预期 M1 M2减刀差 进一步收窄至10.1% 不少机构认为企业流动性陷阱 正在减弱 投资进一步回暖 不过赵阳持谨慎观点 他表示需要考虑人民币贬值 可能对企业信贷需求产生的影响 应进一步观察即将披露的 各项投资数据的变化 如果说是企业 他如果预期人民币可能会贬值的话 那么他就有可能会借人民币 在国内借人民币 扩大对人民币的负债 从而产生对人民币的信贷需求 但是这并不代表是企业 要进行扩大再生产 或者是要进行固定资产投资 赵阳认为 在目前仍以投资驱动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下 今年房地产投资继续放缓 将增加宏观经济下行压力 而在左右经济运行的各项因素中 货币政策仍将发挥重要作用 他预计今年经济增速会在6.5%左右 央行仍应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对冲基础货币流失压力 接着我们继续来关注两会 近日发布的2016年 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 2017年要深化公立医院改革 推进医药分开 取消药品加成 基本建立分级诊疗政策体制 完善家庭医生制度 那么这些改革目标如何落地 对于老百姓的生活影响又有多大 来看报道 2017年我认为有几大举措 将会对上海的老百姓健康和医疗会有很大的影响 一个呢就是在补偿机制上 他们的绩效考核的管理会更加有效 第三个呢我认为分级诊疗 诊疗流程的进一步的规范 会使我们老百姓看病更加方便 有一个代表就强道 他觉得应该让像浦东 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试点 是不是能够有点创新 比如让医生能够多点就业 让他能够有多余的时间 可以就是比较自由的去 为一些需求的病人去看病 在这个体制上是不是能够有些突破 以养不分家 在本次人代会上 养老问题也是名声热点 政府工作报告显示 2016年全市新增长者照顾之家51家 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81家 公办养老床位7069张 2017年还要新增50家长者照顾之家 80家老年人日间服务中心 和7000张公办养老床位 上海的养老工作 应该是市政府 市为市政府是高度重视 为什么讲高度重视 你看这几年采取了一系列的办法 一个就是打造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为老人提供服务 第二个政府采取各种形式 来建立各种类型的养老院 还别还有市场化运作的 第三个呢 就是采取那个一样结合 特别是现在把这个养老床位的建设 作为一项硬指标 我的想法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谁来为老人服务 那就要求要有一支热心老年事业 专业化队伍很强 在社会得到认可的一支 护理队伍 就是老年护理队伍 老年到了一定时候 是护理是第一位的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行线 稍后您将看到 美国后任商务部长 威尔伯罗斯首秀发表政策演讲 中国不幸成为攻击靶子 那国际方面晚间的最新消息是 欧洲央行呢 在50分钟之前公布了最新的利率决议 维持利率和购债规模不变 欧洲央行在声明中称 利率将会维持在当前 或者是更低水平至QE结束之后 维持每月QE规模在800亿欧元不变 至三月底 从4月到12月将为每月600亿欧元 如果前景恶化 可以提高QE的规模和延长持续的时间 昨天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 美国经济强劲 足以维持更高的利率水平 同时投资者开始担忧 主要发达国家的通胀回归 这些都让欧洲央行的刺激措施 显得不那么与现状同步 欧元区去年12月的CPI同比上涨1.1% 这是13年以来最多的 投资者希望从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 此刻正在举行的发布会上来了解 他将如何处理通胀加速的问题 那么欧洲对于欧洲央行 最新的决定有着什么样的市场反应 我们来连线的是 驻伦敦的记者薛焦 下午好薛焦 你好黄伟 我们看到由于之前市场对于欧洲央行 今天的一席会议会做出任何调整 并不抱有期待 因此市场目前的反应也相对停淡 在欧央行宣布维持三大利率和QE规模不变后 欧洲主要股指目前依然维持在开盘后的 小幅下跌趋势 截止五盘 欧洲斯托克600指数与帆欧GEO300指数 均下跌约0.25% 德国达克斯指数与法国卡克40指数 五盘走势较为平稳 微跌不到0.2% 中三小幅收涨的英国富士100指数 今天开盘后再次快速走低 早盘一度下跌超过0.7% 目前跌幅维持在0.5%左右 目前欧洲央行行长 德拉基召开的新闻发布会正在进行中 德拉基重申 欧洲央行利率将维持在当前或更低水平 直至QE结束 业内普遍预期 德拉基在本场发布会将尽量保持在言辞上 与以往不会出现明显的变化 并免引发市场猜测 近期由于欧元区有所改善的经济数据 和快速上涨的通胀率 大家都在期待欧洲央行将在何时 调整目前如此宽松的货币政策 而这无疑将给全球的金融市场 带来巨大的波动 但由于今年欧洲将迎来大选年 荷兰 法国 意大利 德国都将举行选举 在政治环境十分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对于偏哥派的德拉基来说 好的 谢谢学交的介绍 时间关系先连线到这儿 原油方面的表现我们请东正期货的杜采凤介绍 晚上好 采凤 好的 黄伟 亚欧交易时段 WTI在53.6美元每桶附近窄幅波动 近期市场最为担心的就是 原油主产国能否兑现减产承诺 虽然12月份以来 乌派克的原油产量和出口量都有所下滑 但减产计划的实施依然任重道远 市场的疑虑对油价形成了拖累 而乌派克则在努力打消市场的这一余率 本周末 也就是1月22日 部分乌派克成员国与俄罗斯 将在维也纳举行会晤 意在商讨联合减产的具体事宜 届时各参议方的表态将重新引导市场预期 好的 谢谢采凤的介绍 明天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 将会在华盛顿举行 本周他提名的部长们继续接受 美国国会议员的听证 商务部长的提名人亿万富翁投资人罗斯 当地时间周三在美国国会出席听证 继续表达新一届政府强硬的对华贸易立场 罗斯对参议院商务委员会表示 美国不能承受那些本身就不利于 美国工人和美国企业的贸易 但他认为扩大美国出口有很多机会 而且首要目标就是扩大美国的出口 该委员会正在评估对罗斯的提名 他尤其针对中国称中国是大型经济体中 保护主义色彩最浓厚的国家 并指责中国在推动自由贸易方面 说一套做一套 对于罗斯的职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华春莹今天回应称究竟谁在实施保护主义 大家看得都很清楚 那么我想在当前的形势下 到底是谁在真心的和大力的推动 贸易投资自由化 又是谁在实施保护主义 我想大家都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么答案可能和罗斯先生的正好相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连线的是住纽交所的记者葛维尔 早上好 维尔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美股盘前的最新消息 另外明天就要举行特朗普的就职典礼了 那么现在华尔街有没有把这场典礼 来看作是一种新的投资的机会呢 维尔 好的 黄卫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美股方面 今天市场将会关注的继续是 特朗普将提名的财政部长的人选母亲 那么他的听证会 那么市场将会关注的是 他议员们可能会问到的一些问题 包括他在任高盛高管时候的作为 以及是人民币的话题 可能会再成为焦点 他对美国的经济未来走势 有一些怎样的判断 都可能会是交易员关注的焦点 而在企业财报方面呢 Netflix在隔夜公布的财报显示 每股盈利15美分 较预期好处2美分 营收是小幅的高于预期 同时呢 该公司给出的当季展望 是大幅好于市场此前的预期 股价在盘前是出现了一个 超过7%的上扬 而继续来谈到特朗普 那么伴随着特朗普行情 自大选以来呢 美股的这个上涨的势头 似乎在这个即将进入现实的 这一天开始有一些的上涨乏力 以这个可以说是金融板块为例 把金融板块在特朗普 胜选之后呢 目前上涨幅度已经是达到了 约17%左右 但是就在前两个几个交易日呢 金融板块在利好财报的推动之下 却出现了 好 谢谢维尔的介绍 以上呢就是今天 财经夜行线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是黄伟 祝您晚安 明晚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